我会不忘初心继续勇往直前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民进党打不倒的许巧心 从市议员转换跑道 服务处成立茶会 老公刘彦里低调陪伴 来以女战神换位置继续服务 原本松信区市议员留下新人参选空间 也因此陆续传出表态声音 接受了所有各个大大小小多多方面的压力 那我想就我自己办公室的同事 应该也都看在眼里 我觉得参选最重要的是意愿 因为只有你有跟对方死客到底的那种意志力 那你才有机会在这个政坛里面存活下来 要当许巧心接班人不容易 原本有意交棒办公室主任陈辉 但本人表态不选 现在传出国民党发言人李明璇 可能从高雄转战选区参选 还有同委党发言人杨志宇被劝禁 台北市政府准青年局专委蔡婉容也被点名 让外界联想蒋家军酿成形 三位女司客虽然还没正式表态 但已经让2026年松信选区提前上演卡位战 选举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 但是因为议员不是只选一个可以选好多个 所以如果这边能成为国民党人才培育的一个摇篮的话 当然我觉得是乐观骑程 其实我们那个地方还可以再增到三十 我们认为他优秀的 他肯出来那我们都有机会 松信选区在王宏威与徐晓星转立委成功之后 空缺席次谁有机会手下或许现在谈时间还太早 但锁定女司客可以看出蓝营策略要扭转老派印象 冬山新闻李军叶婷在台北什么的